Salut les amis, 我是冬冬, 歡迎收看飲食法文 夏洛特蛋糕 Charlotte 其實有兩種 無論用料、外形和食味都截然不同 一般人認識的都是以法式為主 認識的則較不為人知 但其實這個才是原始正宗 既然多數人都不知道這個古早夏洛特是怎樣 讓我又試試做一次和大家交流一下吧 英式夏洛特蛋糕的用料很簡單 就是用索了牛油的芳包 將果醬包實再焗 而傳統上 英國人多數會用蘋果做蛋糕裏面的餡 我就按這個主流傳統用蘋果做餡 首先將蘋果去皮 果肉切粒 然後用牛油煮 其間加入適量糖 也可以用紅糖 白糖 這樣會更香 再加些肉桂粉 和其他果醬 這是我從多過英國食品面發現到的 效果很好 會令煮出來的蘋果餡增加複雜性 風味變得獨特 煮蘋果初段會出現很多果汁 煮到後來水份收乾就可以關火備用 接著的工序是將方包去皮 這些麵包皮不要浪費 可以用來做麵包布丁 bread pudding 方包去皮之後 為方便覆蓋蛋糕帽 可以切成長條形 然後將牛油加熱溶化 再將麵包放上去 很快地給其中一邊吸牛油 然後就鋪在蛋糕帽裏面 按傳統做法 蛋糕帽應該是喇叭型 有原因 稍後大家就會明白 我沒有這樣的蛋糕帽 唯有用一個直身 鋪麵包有一個要求 就是必須將整個蛋糕帽的底部 和周邊都要密封 至於如何將麵包鋪得漂亮 就要看各位的手藝 我天生有些手腳笨拙 隨便鋪好就算了 之後就是將剛剛煮好的蘋果餡 填進去 再用吸牛油的麵包 將頂部覆蓋 最後用錫紙把蛋糕帽蓋好 用150度絲焗30分鐘 但是這個時候覺得 蓋在上面的麵包 仍然未變成金黃色 於是 我將錫紙拿走 再焗15分鐘 蛋糕就算焗好了 讓它略為攤凍之後 就將它反轉 倒在碟上 剛剛到一個碟上的時候 它的外形仍然能夠維持 但是不到一分鐘 就因為蘋果餡的厚度 產生壓力 將蛋糕周邊的麵包 推開分離 變成這樣 不再是密封 假如用了喇叭型的蛋糕帽 翻轉倒出來之後 蛋糕會變成上細下大 蘋果餡就不會因為 因為有向外推的壓力 將麵包分離 可以繼續保持外形完整 最後是試食報告 這款夏洛特麵包蛋糕皮 和蘋果餡 因為都是一早煮熟 彼此之間不會黏在一起 所以切件吃的時候會散 基本上是麵包和蘋果餡 分開來吃 但是由於麵包吸了牛油 同時又吸收了蘋果餡的果汁 食味非常豐富 相當不錯 不是一般的麵包 而蘋果因為經過煮和焗兩個工序 加上同糖香料 和其他果醬的融合 亦都變得非常討好可口 不理是做下午茶 或者是餐後的甜點 都很理想 今次就講到這裏 如果各位喜歡我的內容 記得訂閱 到唷 到到下